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你要懂 愣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好 诸位全球云端 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懂愣言一千日 第二百九十六日 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 这是佛陀请菩萨以及阿罗汉 来分享他的修行法门 今天要学习的是 焦凡波提的蛇根元通 焦凡波提他谈到 我有口夜 于过去节轻弄沙门 世事生生有牛丝病 这一段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焦凡波提 他是一个阿罗汉 但是他生来就有一个特殊的业障 就是因为他曾经在过去节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个不好的事情 那什么事情呢 这次出家刚刚开始 这是年轻的人 有时候会有一点年轻气盛 那他当时是非常的有才华 而且声音非常好听 这焦凡波提在唱诵的时候 是特别的好听 可是在道场当中有年轻的法师 也有年老的法师 结果他就在诵经的时候 就听到有很难听的老法师的声音 这个声音很沙哑 而且并不悦耳 那这个焦凡波提 他就在下电的时候 他就说 有这么难听 好像牛在喘气一样 结果这个老比丘就很严肃的 就告诉他 你赶快忏悔 因为我已经证到阿罗汉了 你轻弄沙门 你对我的声音 有这种轻慢之心 而且还嘲笑 还说就像牛在喘气一样 那这个是造了很大的业 这个会堕无间地狱 因为你毁谤圣人 那结果焦凡波提 当时就非常忏悔 真的是失禁失禁 那自己也知道 这个一时之间的轻心慢心 而造了业障 那虽然当下忏悔了 他的确是免除地狱的业报 但是事事生生 就是几乎每一生 每一生 每一生 他生来就有一个业障 就是牛丝病 这先天的素脊 那这个牛丝病是什么呢 这牛丝病就是 他就会像牛喘气一样 吃饭的时候就很不庄严 就常常会有一些 像牛的这个行为 那当时佛陀就让焦凡波提 你这个如果在身重当中 有的人不明白 这是你的业障 或者是在家居室 看到你有这个业障 他可能对出家会有一种想法 的确是如此 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法师的行为 是比较奇怪 那一般人不懂的时候 他就会议论 甚至于有时候会有毁谤的言行出现 那就会犯下跟焦凡波提 过去生一样的问题 因此佛陀就互念大众 也要互念焦凡波提 因为他的确修行修得很好 只是他自己过去有这种业障 因此就让焦凡波提 常年都住在天上 平常就不用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他住在天上 天人的心很善良 他不管什么人在跟他住 天人的心 他都不会有这种分别心 也不会贴标签 这是纯善的一个环境 所以焦凡波提住在天上 他这一次因为解下安居 解下有佛陀在开示 因此他就下来参加法会 这个集会也就是焦凡波提 特别的情况才会来参加 他平常不是出现在每一场法会当中 因此他在大众当中 他就特别有一个机会来分享 他自己的法门 他修的是蛇根圆通 可是很奇妙的是 蛇根圆通应该蛇根很厉害 结果他的蛇是有业障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蛇根就是可以超越业障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了解 这口业的确是很大的过失 在十善业道里面 生有三种业 口有四种业 意有三种业 那口业就占了四种 表示这个口过是很重要的一个过失 那如果好好的去修行 也会有很好的果报 两言一句三冬暖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善于运用自己的蛇头 三寸不烂之蛇 是要广长蛇 佛陀是广长蛇 拿来演说妙法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广长蛇 我们就变成长蛇 长蛇有时候造的口业 是自己都不知道会引起多大的轩然大波 那我们接下来请第六组来分享 在大制度论卷十一里面 有讲到一个比丘 他有非常好的口业 这个口业使他口气常常都是香的 叫做口香比丘 所以请轻轻来分享口香比丘的故事 第六组今天要分享口香比丘的故事 在印度的孔雀王朝第三任的一个国王阿苏且王 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徒 他一日做八万佛徒 他一日做八万佛徒 虽然还没有见到 但是在佛法之中他是少有的一个信悦 日日请朱比丘入宫供养 日日赤地留法师说法 其中有一位三丈年少法师 他长得聪明端正 赤印说法 就坐在国王的旁边 那他因为口中都会飘出妙香 刚开始国王觉得疑怪 以为他行为不端正 想要用香气来诱惑功能 功能 那就对着比丘说 口中何等 开口看之 这位比丘就开口 结果看了了无所有 国王在雨水让他漱口 但是他的口中香气如故 国王就问 大德你的口中妙香 是新香还是旧香呢 那比丘说 这个妙香从来已久 不是现今才有的 那国王就问他说 有多久 这个比丘就以记答言 家设活时 极此香寡 如是久久 长若新出 那国王就接着问 你说的这个妓言 我不是很了解 请你为我再做解释 那这口香比丘就说 王当一心善听我说 我习以家设活法中 做说法比丘 常在大众之中 欢喜言说 家设尊 是尊无量的功德 诸法实相 无量法门 殷勤赞叹 教诲一切 自是以来 常有妙香 从口中出 事事不绝 直到今日 而说这个妓言 草木诸华香 此香气超绝 能悦一切心 事事尝不昧 这个时候 国王就 窥喜交加 白比丘言 未曾有也 收法的功德 大果报 乃尔 比丘言 此名为花 还不是大的 最终的一个果报 国王就问 最终的果报 为何 燕闻奇想 那比丘 就跟他说 我 略说有时 王帝听之 即为说 记也 大明文端正 得乐 即恭敬 七光如日月 为一切所爱 便才有大志 能尽一切节 苦昧得内盘 如是名为实 国王就接着问 大德 诸佛功德 云和得如是果报 而时 比丘以记答曰 赞佛诸功德 另一切普文 以此果报故 而得大明义 赞佛识功德 令一切欢喜 以此功德故 世事常端正 为人说罪福 令得安乐所 以此之功德 受热常欢愈 赞佛功德力 令一切心服 以此功德故 常获恭敬报 显示功德 显现说法灯 造物 诸众生 以此之功德 七光如日要 种种赞佛德 能悦于一切 以此功德故 显示功德 常为人所爱 常为人所爱 节敏 捷敬 以来 叶 比丘在对着国王说 若有畏物 今世问时 当已自荐破炉 宜金 狂白法师 国王就对着法师说 我心悦物 无首以夜 大德福人 善能赞佛 如是种种因言 说法度人 名为法师 以上是口香比丘的故事 请师父慈悲开示 谢谢清清 也谢谢第六组准备 口香比丘的故事 大众听了大致多多里面的 口香比丘 其实他是阿育王 阿苏家王 他是翻译的关系 就是阿育王 他有一个供养法师的习惯 他希望供请所有的法师都来接受他的供养 其中有一个比丘坐在他旁边 竟然奇怪 他这个嘴巴是不是吃口香糖 还是做了什么特别的食物 那怎么会发出异香 他是不是想要引起我的注意呢 所以大育王他就请比丘打开他的嘴巴 结果发现里面没有东西 那又请他去漱口 结果他也是没有什么东西 就还是有香味 那为什么会有香味呢 他在加瑟佛的时候就已经有香味了 一直以来的他的嘴巴都是香的 那为什么会有香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喜欢要漱口水 或者是要喷香水 或者是要牙膏 要用香的香气 为什么 因为火气太大 嘴巴都很臭 有时候 自己身体里面发出的臭味从嘴巴出来 就觉得实在是很不舒服 而且也没有礼貌 那有时候口臭是一种烦恼 可是竟然有一个比丘 他是口香 口香变成他的一个果报 那我们就要了解 为什么同样是口业 那焦凡波提 他是一个业障 那这个口香比丘呢 他是一个清净的口业 因为他过去常常都在赞叹佛 而且在说法 弘法度众生 那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 就知道 原来凡是自己的口业 他都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因果 凡是我们看到现在的果 都是有前因的 我们就要学习前面的因而努力 把现在的果做一个突破跟改变 焦凡波提呢 他说他是有口业的 这个口业呢 其实是源自于他自己过去的清新慢新 因此他对于出家人 是非常非常的恭敬 因为他自己知道 这个过失实在是很难弥补 所以他是怀着这个惭愧心 今天在大众当中 他把他讲出来 他也不怕人家笑 他就是承认 而且他感觉到他是很忏悔的 那佛陀就看到 他有这样子的心 就教他一味清净心地法门 我们要知道 每一个人眼耳鼻舌生意 都会有一些过失 也不是这么的圆满 但是如果我们等懂的修行 从这一念心去突破 那你就会超越现在的业障 所以如来教我们的法门 是心地法门 和其自信本自清净 所以回归到清净之心 他本来就没有这些过失 这个业也是一种因缘 那这因缘不好 那我们不要被因缘所转 要反而要回归到清净之心 因此 他从这样子的修行法门 我得灭心入三魔地 他就消灭了自己的懊恼之心 惭愧之心 也消灭了自己的分别之心 乃至于造业的心 这个生灭心灭了 生灭心灭入了三魔地 因此 他就在这个三魔地 就是正面正定当中 他去观察 我现在有这个蛇根的业障 可是能知味道的蛇根 这个知 观味之知 我们舌头拿来做什么呢 吃东西 吃饭有酸甜苦辣 这个酸甜苦辣 能知道酸甜苦辣的心 它到底是什么呢 它既非身体 也非尘 也不是味 这个心非体 非物 体就是自己的根 就是舌根 这个舌根 是不是知呢 不是 我们只是 我们只是 藉由蛇根 来知道味道 尝味道 但是 知不是 那个舌头 那是什么呢 那它也不是味道 会知道酸 知道甜 知道苦 知道辣 这个知 并不是 酸甜苦辣 所以非体 非物 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舌根 肠 味的这一念心 来 去参救 那就会发现 应念得超 世间猪肉 在这个当下 你就超越了世间的 所有的烦恼 没有错啊 我们在讲话 常常会 没讲好 得罪人 听话呢 听一听啊 起烦恼 但是除了 说话之外啊 还有舌头的功能 就是吃东西 酸甜苦辣 这一些 世间的味道啊 它常常呢 让我们 迷失在其中 口腹之欲 是人之常情 但是 也是我们 起烦恼 生贪心 生撑心 乃至于 鱼吃 迷迷糊糊 的一个助缘 因此呢 它在 使用 舌根的时候啊 去观 起观察 观 未知之 而超越 世间的 一切烦恼 那这个 当下呢 非常非常的 殊胜 所以它讲 内脱身心 外移世界 远离山友 如鸟出笼 离构 消沉 法眼清静 成阿罗汉 如来 亲印 登 无穴道 所以这里呢 佛陀就 印证他 正道 阿罗汉 那这个阿罗汉呢 是什么情况 就是远离 山友 世间 就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这三界呢 都是有漏 有烦恼 因此叫做 山友 有业障 有轮回 那我要怎么样 脱离呢 那必须啊 要从这个心上 去超越这个业障 所以内脱 身心 外移世界 就是脱根 脱沉 如鸟出笼 就像是鸟 离开这个笼子一样 自由自在 因此 他正道阿罗汉 就是消除一切的成垢 离构 消沉 而正得 阿罗汉的清净 因此呢 他说啊 佛陀 问元通法门 如我所证 还味 玄知 思为第一 这个味 在吃的时候啊 他回到 能分别的 这个知 而不再 哎呀 这个好好吃 哎呀 那个好难吃 啊 不在这个味道上 分别攀缘 而回到 能知的这一念心 来修行 来安住 啊 所以这是他的 舌根 元通的法门 他觉得这个是 最好修行的 啊 我们想想看呢 一个有病 的人呢 啊 他这个牛丝病啊 不知道 能不能够吃东西 吃东西 还有没有味觉 最近呢 有的人啊 染疫了之后 有这个味觉 丧失的问题 就是吃东西 都没味道 哦 哦 哦 那一下子呢 闻不到味道 一下子呢 是吃不出 酸甜苦辣 哦 那这时候呢 刚好就可以修 还味 玄知 哦 反正你要想要分别味 也没办法分别 但是呢 借这个机会 哎 回到 清净之心 你看平常呢 我们都被味道啊 骗了 哦 好像很好吃 好像不好吃 好吃跟不好吃 其实是分别来的 不是食物本身 真的好吃 还是真的不好吃 啊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啊 我们被这个城啊 弄得团团转 而迷失其中 实在是啊 得不偿失 因此要趁这个时候呢 哎 回到自己能知的这个心 这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能做主的这个主人是谁 而且从这里面 会证得圆通 那实在是 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 好 以上呢 是今天 焦凡波提 所分享的法门 来看看 这一组 有没有要分享 或者是要提问 师父 阿弥陀佛 我是台北的嘉惠 想请问师父 在口验方面 我觉得 我觉得最难守的是两舌 为什么呢 因为 几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吉利瓜拉的八卦 这时候呢 很容易就犯了两舌 还有就是 在我觉得说 哎 要请教师父的是 在守口业方面 那 是不是我们就尽量的养成 说好话 讲一些正面的话 不要常常习惯性的讲负面的 这时候呢 对于就是恶口 也可以防止两舌 万一真的两舌了 我们因为讲 讲好话 讲习惯了 所以呢 至少不会有造成 别人的一些伤害 那还有其他的 就是望远跟其余的话呢 我觉得 口业是 在深口业里头 我觉得是最难守的 那想请教师父 有什么方法 可以教导我们 在口业方面 守得好一点 不要常常造口业 谢谢师父 阿弥陀佛 谢谢嘉惠 这件事情好不简单 我们要去观察 我们自己 什么时候最容易造口业 其实是 这对方 是可以无话不谈的时候 你常常会失去决心 比如说两个好朋友 大家互相呢 就在抱怨自己的 遇到的一些委屈 诉苦大对 或者是呢 这个同病相连 那如果呢 我们知道啊 这个语言 的确是会造成 我们更多的痛苦 那知道因跟果啊 其实我们不要造口业 不是因为 别人不可以 被你说坏话 你不可以说别人的坏话 是因为那个人受不了 你骂他 或者是你说他坏话 不是 是当我们在评论一个人 在说一个人的坏话 说一件事情的坏话 讲负面的言辞的时候 伤害的是你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明白 这个是你自己的过失 会抱在自己的手身上 那我们就比较会知道 因为这个口业啊 要自己守 要愿意守 不是人前一个样 人后一个样 那如果发现呢 自己常常啊 如果遇到一些 比较信任的对象 就常常嘴巴啊 都是 讲很多负面的话 有时候难免会这样 哎呀 我们是凡夫 所以我们就一直人人人 在外面也不敢说什么 那终于呢 遇到一个可以说 一些是非的呢 哇 通通呢 就倾泄而出 因为我们要发泄 那这个发泄的时候啊 哎 其实你自己的心啊 就会一直不断的加强 这个负面的念头 反而呢 最后啊 这个烦恼没有化解 还会多了很多 这个无谓的烦恼 因为听的人啊 也受不了 心里面也不舒服 所以呢 本来一个烦恼的人 就会变成两个烦恼的人 那我们来想想看呢 那如果心里面有烦恼 要怎么办呢 其实啊 你可以跟一个人讲 那个人绝对不会把你的问题 这个泄露出去 而且呢 他还会帮你解决 那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 你有烦恼 你去跟佛陀诉苦 你跟佛陀发牢骚 他不但呢 会全盘的接受 能够完全的理解 而且呢 他还会给你一个智慧 让你知道 哎 我要怎么去转他 然后要懂得这件事情啊 否则啊 我们自己啊 到最后烦恼没解决 还增加更多的是非 还造了口业 还有果报 那真的是得不偿失 所以我们就想想看啊 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爱惜自己的 深口意的亲近的话呢 那当然呢 就是虽然很困难 但是还是要提高警觉 那很好的方法就是 你把对方都想成是佛 或者是想成是师父 你在师父面前 可能有一些事情也不敢讲 但是你在好朋友面前 哇 什么都讲出来了 那这样子呢 就可以知道 我们要去找 一个有敬畏 会引起你的敬畏之心的对象 那这样子呢 你才不会任意妄为 好 那谢谢嘉惠的分享 的确这个口业不容易守持 那也是希望呢 大家多诵经 多学佛 多想想佛的语言 是怎么来度众生 好 那这样子呢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像 那也会改变自己的口的亲近 好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